也许坚持很疲惫 也许希望很难贵 也许不放弃才是骄傲的机会 Disaster 叫灾害 灾祸 灾难 叫disaster 看句子吧 The principle of British The principle of British welfare 来了 这个词一回声二回声 Welfare 叫福利 英国人的福利的原则 principle才是主语 Welfare 是福利 It's no longer that 不再是 You can ensure yourself 你能够确保自己生活 Against the risk of unemployment 可以对抗against 对抗失业的风险 以前养懒人 欧洲就这么被拖死了 所以现在讲说 英国的福利政策 不再是确保你不失业 可以抵抗失业风险 Insure 叫确保 And receive 还能收到 unconditional 不加条件的payments If the disaster happens 如果灾难发生 你可以收到 没有任何附加条件的收入 比如说你失业 还可以得到 unconditional payments 叫没有任何附加条件的收入 这个是以前的政策 现在看明显不合理 对不对 不养懒人了 说完了就是 这句话不难 The principle of British welfare is no longer that you can ensure yourself against the risk of unemployment and receive unconditional payments if the disaster happens 再次注意 against 对抗 那么welfare 叫福利 我还是忍不住再讲一下 跟他长得特像的一个字 叫Farewell 再来一次 Beat farewell to 永别 还记得吧 和过去说再见 Beat farewell to the bygones Let bygones be bygones 让过去的都过去吧 顺其自然还记得吧 Let bygones be bygones 这些句子写作文 只要你想 一定可以用出来 不要再用say goodbye to Beat farewell to 永别 Farewell 永别 welfare 叫做福利 注意啊 字母R才卷舌 所以注意维哥的读音细节 welfare 而这个读 Farewell 你看 好 那么我们来看看 disaster的同意词 必须提到它 叫catastrophe 中印在这 来自于前缀 cata 而词根 astro 猩猩的意思 来自于star 来自猩猩的你们 来 astro astro 就叫猩猩 于是宇航员 你看 astronaut 对不对 天文学 astronomy 不就是一个后缀学问 叫nomi吗 你看 不就跟猩猩有关吗 astro aster 哪个不是 disaster 突然看懂了吧 aster 你看 猩猩掉下来了 dis 变来变去就是变 原因字母而已 你看 加个er 加个o 等等这样的原因字母 加加原因字母 其他都不变 好 包括这里的catastrophe 前缀cata 就是猩猩掉下来了 catastrophe cata astro cata代表下面 这个前缀cata代表的是下面 所以叫猩猩掉下来 肯定是灾难 所以catastrophe 是这么来的 你看cata代表下面 我举几个例子 讲过词跟log 叫说话 讲了很多遍 对不对 dialog 叫对话 所以你看 下面要说的话 一本书 哪个部分告诉你 下面要说什么 目录 所以你看 目录就叫做catalog 当然了 ue可以省略 所有的log log ue都可以省略 catalog 叫目录 再来一个人祸 天灾人祸 cataclysm 你看 cataclysm cataclysm 要写清楚一点吧 叫cataclysm cataclysm 叫灾祸 为什么 cata 所以最低要求 看到这样的词在考场里 什么都不知道都没关系 至少知道向下 知道它是向下 好 考试的时候 哪怕翻译成 不好不对 你也就胜出了 就叫灾祸 cataclysm 好 不难 好 我们接着看到的这个单词呢 叫做orient 那么它的意思叫定位 那么名词 orientation 方向 指的就是它 因为它是给你定位 那么 注意它有一个意思 叫东方 那么东方的 东方人的叫做 oriental 可以做形容词 叫东方的 做名词叫东方人 oriental 那么这个呢 做orient 更多指的是方向的意思 方位名词 好 我们来看一看 oriented 叫导向的 以什么什么为导向的 请注意我再说一遍 它的动词含义强调的是定位 所以oriented可以叫做导向 比如说一档节目 专门是拍给这个家庭主妇看的 那就可以叫做 housewife oriented 视频道理计划 一档 以家庭主妇品味为导向的电视节目 也就是这个节目拍给家庭主妇看的 爸爸去哪儿 对吧 结果后来没发现 不仅家庭主妇看 小姑娘 大学生 你们没生过孩子的都喜欢看 于是一窝蜂全搞 这就是中国特色 爸爸去哪儿搞完 那这张卫视 搞一个爸爸回来了 过两天爷爷不见了 姐夫必要停 嫂子我想要 我去他妈的 什么鬼都来了 housewife oriented TV program 一个家庭主妇为导向的电视节目 Orient 大家注意一下 我刚刚讲的什么 Orient叫导向方向 好 我们来看一看 下面一个词 叫prevail prevail叫流行 流行 我们来看看 他所对应的句子 加ing 直接变成形容词 叫prevailing 流行的 来 first scientific work 科学的工作 科学工作 tends to 倾向于 focus on 聚焦 some aspect of prevailing knowledge 他们倾向于 聚焦一些 流行的知识的方方面面 哪些流行知识 that is viewed as incomplete or incorrect 那些被视作 不完整 不正确的 incomplete 可以理解成 不完美 不完整 大家当然喜欢 研究一些 不正确 或者不完整 的知识了 那这样的话 才能出成果嘛 对吧 大家都已经 研究透的方面 你再去研究 也没什么 好像特别 有贡献的地方 所以大家理解 这句话叫 scientific work tends to focus focus on some aspect of prevailing knowledge 展开 所以widespread 叫全世界范围内 广泛铺开的 所以widespread 叫广泛铺开的 也就是流行的 universal 讲过 宇宙 universe universal 叫普遍的 epidemic 注意这个词 打个五角形 讲过叫流行的 它可以指流行的 跟universal 跟prevalent 跟widespread 都一样 只不过 除了这一个意思之外 epidemic 第二个意思 叫流行疾病 epidemic 比如说流行性感冒 就可以叫做 epidemic flu flu叫流感 对吧 epidemic flu 前面讲过 猪流感 叫swine flu 是一个专制的 swine flu swine swine ine swine flu 猪流感 epidemic 流行 流行现象 第二个意思 叫流行疾病 注意一下 好 那么注意两个词的区分 虽然看起来简单 很多人确实会搞混 一个叫popular 一个叫populars 你看绝对我们电视屏幕前 有些同学就昏了 到底这两个哪个是流行 哪个是人口众多 注意 popular是流行的 那么比如说流行文化 就可以叫pop music pop music the king of pop music 谁啊 Michael Jackson Michael Jackson 叫做the king of pop 流行之王 因为没有人可以 唱得有 唱得比达好的 跳得没达好 跳得有达好的 唱得没达好 那么唱得跳得都跟他一样好的人 还没有出来 popular 大家注意一下 这个词叫流行的 而populars populars叫什么 populars叫做人口众多的 于是这两个词对应的名词还不一样 一个叫做popularity 叫流行 流行性 一个叫population 叫做人数 人数 人口 叫population 注意这两个词的区别 那比如说提到这个population 有三个词 大家必须会 写作文要用 因为在我们考试当中 尤其英语二图表作文 考这个数据 经常会考三组数据 出生率 birth rate 死亡率 death rate 第三个就是现在最热门的话题之一 考试我一直把它作为热点 在预测 说不定哪天就出一篇图表作文 考老龄化现象 叫aging problem 老龄化现象 那么因为 说实话 这种话题 它特别容易出数据 中国现在最大的 最明显的一个社会人口问题 就是老龄化现象 所以在拼命地抢大学生 拼命地抢年轻人 对不对 年轻人就是未来 aging problem 叫老龄化问题 这里的age 叫ing aging aging problem 了解一下 好 我们接着看一看补充词汇 进一词 来看 第一个叫rain rain叫统治 治理 占优势 盛行 等等这样的意思 那么我们看到这个词 可能一眼就能看到 外国叫foreign 你看for叫前面 在你前面 在你对面的 所以外国 那么rain代表管辖 也就是对面管辖的地方范围 也就是外国 foreign 那么rain叫管辖 然后忍不住提醒你们前面的dom 这个词根 他记得吧 所以dom有个词叫管辖范围 叫domain 叫domain 叫管辖范围 domain 好 rain叫管理管辖 主权等等 你看君主统治 都可以叫rain 好 那么我们来看看 和他有关的词 比如看到这个rain 有一个词 叫做主权 大家看这个词叫sovereign sovereign 注意这里的e不发音 sovereign sovereign 正好前面的solve 会让你想起一个动词 叫解决问题 solve rain叫管辖统治 solve叫解决 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 内政 别国不得干涉 我们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 解决自己管理和统治的问题 sovereign 就叫做主权 主权的 也可以叫形容词 君主的 你看 主权的 君主的 就可以叫sovereign 所以我们说名词 这个词可以做形容词为主 也可以当名词用 直接叫君主 那么我们所谓的主权 你看 就来了 叫sovereignty 大家看 做名词 sovereignty sovereignty 加ty 直接变成名词叫主权 或者叫君主立宪制 君主制 就可以叫sovereignty sovereignty 就可以叫君主制 君主立宪 那么也可以直接当名词 叫主权 叫sovereignty sovereign 那么在外交部网站上 大家经常可以看到 这样一句话 叫中国的主权与领土完整 神圣不可侵犯 对吧 这种话必须要回备 学中文也可以用 这样 中国的领土和主权完整 对吧 领土和主权完整 叫chinese territory 领土 和主权 chinese territory and sovereignty chinese territory and sovereignty 主权和领土完整 叫chinese sovereignty 或者territory 都可以 chinese territory and sovereignty 领土和主权 should never be 侵犯 infringed 你看 chinese territory and sovereignty should never be infringed 中国的领土和主权完整 不得被侵犯 infringed 叫冒犯侵犯 为什么 因为名词 fringe fringe叫边缘 因 越过 你看 否定前缀 越过别人的边界 越过道德的边界 我们突破爱的禁区 我可好屌 两个人 infringe 叫侵犯 就冒犯了 所以叫chinese territory and sovereignty should never be infringed 中国的领土和主权 不得被侵犯 当然有时候也会看到另外一个版本 叫中国的领土和主权完整 深深不可侵犯 叫china's sovereignty and territorial integrity should never be infringed 也可以的 领土完整 它有时候也会写成 叫territorial 你看territory是名词 那么形容词叫territorial 完整 integrity 大家看 integrity 前面讲过整合 英特网 intel 还记得吧 那个词叫integrate 对不对 动词叫integrate 名词叫integrity 这个词我讲过有两个意思 第一个叫完整 第二个是人 叫一个人比较正直 一个人的人品完整 这就是一个人比较正直 integrity 动词叫integrate 注意这个词 好 那么关于它过 我们看下面一个词 quest quest叫做搜寻 寻求寻找quest 看新进词 第一个request 请求 要求 注意它动词 名词都可以 小词 动词名词都可以 request 可以叫要求请求 注意这两个词 意思完全不一样 quest居然叫搜寻 它更接近于哪个词的意思 search search for 对不对 或者seek 寻找 或者是刺探 probe probe 刺探 对吧 probe叫刺探 探寻 打听 刺探 probe 调查 probe的意思 是它的request 好 那么request 看句子 in February 2月份 the FTC and the Digital Advertising Alliance 管它 那么看到这个digital 就知道是电子 advertising 广告 alliance 叫联盟 来自于动词 ally 讲过这个动词 叫ally 叫联合 所有人到一起 简单 联合联盟 ally 名字叫alliance 联盟 好 电子广告联盟 怎么样 agree that 同意 the industry 行业 would get cracking on responding to D&T requests would get cracking on get cracking on 大家看这个crack 讲了多少遍 crack 叫碰撞 对不对 crash 撞车 crash 包括你看 有个动词叫crash 碾碎 这是动词 crash 动词名词都可以 它叫撞车 比如说我们的交通事故 traffic accident 就可以叫做crash 撞车 而这个crash crush crash 叫碾碎 那么crack crack 叫名词 叫做裂缝 crack叫裂缝 那么get cracking on 叫把某个东西 撞出一条缝来 所以它的意思就叫做 启动 开启 切出一个 叫我们中国人说 撕开一个口子 很形象 我要把这个事情 撕开一个口子 突破它 也就是开个头 所以get cracking on 可以叫开头 于是叫做 the industry would get cracking on 我们行业要开始 怎么样 responding to D&T requests 要对这种 不许追踪的请求 做出回应 responding to 叫做回应的意思 也就是我们要对于这种 D&T 讲了多少遍 do not track 上网的痕迹不要被跟踪 不要去窃取我的信息 对不对 我们要对这种 不许追踪的请求 做出回应了 行业要对这种 不许追踪的请求 做出回应 也就是对于消费者的 此类要求 不能假装视而不见 should never be blinded to this kind of requests we should respond to D&T requests 就这个意思 should never be blinded to this kind of requests get cracking on 记一下 这是这里 非常有亮点的一个句子 叫开始做某事 那么可以回忆一下 我前面讲过的一个动词 叫开始做某事 叫commence 叫commence doing something commence doing something 叫开始做事 对不对 commence 记住 在哪里讲了这个词 当时讲一个词叫 recommend 推荐 我讲了 其实里面有个动词 叫称赞赞美赞扬 叫commend commend 然后这个词叫赞美称赞 然后有个词叫commence 叫开始做某事 commence doing 或者commence to do something 都是可以的 commence to do 或者commence doing something 这两个都可以 好 把它记下来 那么我们看它的行径词 第一个 query 来了 quest叫寻找搜寻 那么query 叫做疑问 注意一下 叫query query 叫疑问 那么inquery inquery 叫询问 询驾 query叫疑问 做动词做名字都可以 inquery叫询问 询驾 这个词更多用的场合 是询驾的时候 询问的时候 那么自然引出动词询问 叫inquire 所以我可以这么说 quest这个词是 这一串词当中 唯一一个游离在外的 因为这几个词一看 无论是query query 还是quest 那么它怎么着 你一眼看的都会想到一个词 跟叫问题 叫question 对不对 所以这样有question在 这些词无论如何 都跟问这个字有关系 query inquiry inquire 动词 都叫问 基本上这个意思 我不是很担心 因为好歹有个词叫question 唯独这个quest 叫搜寻寻找 你要特别注意这个 它更多接近于explore跟discover 有点像这个词的意思 叫寻找寻求 了解一下 那么request 请求 就出现了 request 那么require 叫提要求 名字requirement 所以这一串你看 一不小心就会出问题 这怎么记呢 来各位 这么记 这三个放在一起记 这三个是一个体系 query inquiry inquire 都叫问 行问 来自于question 唯独一个例外 quest 叫寻找 搜寻 那么紧接着 request 请求 require 要求 不一样 这个是请求 是口气比较的polite 而require 是强烈要求 是强烈的要求 那么requirement 叫要求 那么它再往下左右 就变成命令 demand 就我要求你 跟我命令你 情绪又不一样 demand 情绪最重 demand 情绪最重 好 那么question 就是这一串当中的一个起点 叫问题 question 做名词做动词都可以 动词叫质疑 动词叫质疑 质疑某个是question 好 我们来看看 unquestioned 叫无可争议的 不容质疑的 公认的 叫unquestioned questioned 叫质疑 unquestioned 叫不许质疑 毋庸质疑 好 看下面一个词 rear rear叫抚养 注意一下 这串词意思很多 主要记两个 一个叫抚养培养 一个叫培植 rear 其他考的不多 rear 主要就培育培养的意思 那么形容词叫后方的 名词也叫后部 所以它怎么记呢 这个词的形容词 这个名词是一个体系 你就记是后面 后部 但是你要记住 它是后部尾部 它是不可分割的 比如说鱼的尾巴部分 你就可以说 the tail of a fish is the real part of it 叫鱼的尾巴 是它的后部 也就是它是一个物体当中的 一个部分属于后部 比如说 我们会想到behind 想到这个behind behind不是后部 是在后面 它是在这个物体的外面 另外一个东西了 有听到我在写说什么吗 所以我们讲清楚这个之后呢 你才能讲清楚这样一些词 第一个rear 做动词引出的一个名词 叫rearing 那只有动词 意思才能叫Ing 产生动名词 那么rear做动词 叫抚养 对吧 比如说 固定搭配短语 叫rear a kid 叫培养一个小孩 抚养一个小孩 叫rear a kid 于是有名词 rearing 叫培育培养 是这么来的 那么在讲到培育培养当中 我必须有几个词 大家必须再记录一下 第一个叫cultivate cultivate来自于文化 culture culture 培养 对不对 文化 所以cult就这么来的 cultivate 那紧接着 有两个关于营养品的 第一个叫nourish 第一个叫nourish 叫营养品 资养品 资补品 名词叫nourishment 就是动词 叫nourish nourishment 那么再来一个营养品 补品 叫nurture nurture 做动词 那么它的名词叫 营养nutrition nutrition 营养 补品 区别就在于 nutrition这个营养 是人体生活必须的 什么维生素啊 这些东西 蛋白质啊 那就可以叫nutrition 营养 所以这个nurture 做培育的话 指的是给予它 生长必须的东西 而nourish 翻译成滋养 我不知道你懂不懂 比如说 不吃燕窝会死吗 不吃脑白金会死吗 不会 对吧 但你没有蛋白质 没有维生素 就不能健康成长 所以只能这么说 nurture是符合 培养它的基本需求 营养 生存必须的营养 而nourish nourishment 是滋补品 听懂我的意思了吗 就是我不吃这个 也不会不好 它只不过是 加分项 就这么说 我觉得我讲得非常清楚了 这几个词记住 都跟培养有关 那么最后 还有一个培育培养 不要忘记 叫raise raise 有首歌叫 you raise me up 你不要一激动翻译成 你把我举起来 没有啊 raise也可以叫抚养 养育 只不过raise 更多是用的最广泛的 它可以叫raise a kid 抚养一个小孩 也可以讲raise an elder 善养一个长辈 养育老人 叫raise an elder 所以一般我们不可以看到 rear an elder 那就是养小孩一样养老人了 这个词只适合养小孩 培育 你不能说培育老人 raise 叫支持他 拖住他 这种感觉 给他信心 听懂了吧 所以raise用的更广泛 既可以跟raise an elder 也可以跟raise a kid 这跟raise不一样 好 这一串关于养育的 我就讲清楚了 而这个更多是培养文化 抵御 你看cult 所以比如说培育市场 你看你用哪个词了 比如说nourish a market 是让这个市场健康发展 得到滋养 而cultivate a market 是培养这个市场的品味 把它带起来 就是这个市场本来没有品味 现在把它带起来 那就要cultivate 所以大家注意一下 好 我们来看看跟raise 培育有关的句子 叫it's no surprise that 没有什么好惊讶的 Jennifer Senior's insightful provocative magazine cover story Jennifer Senior Jennifer Senior 她的什么 这个意义深远的 insightful provocative 讲过来自于动词挑逗 刺激 叫provoke provocative叫有挑逗性的 Jennifer Senior 她这个意义深远的 有刺激性的 magazine cover story 这个极具挑逗的封面故事 I love my child I hate my life 我爱我的孩子 但是我恨我的生活 is arousing 位于在这 说了半天 前面主语是 Jennifer Senior's insightful provocative magazine cover story 这是主语 她的这种故事 is arousing much chatter 引起了大量的争论 大量的讨论 这种话题引起大量的讨论 Nothing gets people talking like Nothing gets people talking like the suggestion that 没有什么会让人们更加愿意讨论的了 也就是人们特别愿意讨论 child rearing is anything less than anything less than 讲了多少遍 anything叫任何事情 less than除了 你看 你要看出这个less是not 所以叫做 抚养孩子可能是任何事情 但绝不是 那就直接翻译成 抚养孩子绝对不是 a completely fulfilling 绝对不会是一个令人满足的 life enriching experience 让生活得到丰富的体验 就是告诉你 从你们准备做爹妈那一天开始 养育孩子 它绝对 绝对 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以前我觉得 没感觉 现在每次讲到这个话题 我都有很多话想说 每个阶段都会觉得有很多事 比如今天早上 我送我女儿去幼儿园 在去幼儿园之前 对她大大的发了火 留的任务 有一行没读完 一行中文没读完 每天哪儿带来读一段中文故事 虽然她才几岁 但是我每天兼职读 结果就不读 最后一段就不读 就注意力不集中 想跑 吃饭也没好好吃 我就气得准备揍她 当然主要是吓她 不会真的下手 小姑娘就哭闹 不行 没有摁过来 读 读完再走 奶奶都生我气 那么严干嘛 你小时候也没这么努力学习 不学习成绩挺好吗 我说不一样 这一代跟以前已经不一样了 他们竞争的有时候 已经不再是我们那个时代 竞争的强度 你们这一代再往下 孩子更不一样 现在已经再也不是物质分层 现在很残酷的阶级分层 是教育分层 有一句话叫 一代哈佛代代哈佛 在哈佛大学校友会内部 都有这样的说法 上海的宋庆龄基金会幼儿园 宋庆龄基金会幼儿园 那些孩子从小家长 甚至就给美国的宋庆龄基金 会直接捐款 直接捐赠到美国的 顶级教育基金里面去 这些孩子一直捐到18岁 自己一条线上去 他们在申请海外名校 会比你们容易很多 就是这么残酷 当你说我个名校又有什么 你觉得呢 那你现在又在考什么呢 它主要圈子不一样 圈子的力量大到你无法想象 比如说上海本地 有一所大学叫华东政法大学 在上海本地的律师圈 那就是垄断地位 上海有大量的律师 从来不出庭 不到法庭上 叫非诵律师 不打诉讼官司 做什么 做企业上市并购重组 做金融 做涉外案件 英文又好 法律背景又好 收入都是奇高 在上海的像我的合伙人 景天成律所 我们公司的二号股东 景天成律所的李律师 李峰飞律师 原来我大学的校友 然后他自己在这个大学 然后学哲学 跨专业考到华东政法 然后拿到硕士学位之后 然后自己在景天成律所 现在成为律所 最年轻的高级合伙律师 他告诉我 他律所现在的二级合伙人 普通合伙人 基础年收入200到300万 他一年不下2000万左右 1800万到2000万左右吧 一年净收入 这家律所去年 光律师费一年24亿人民币 在上海本地绝对是一霸 24亿人民币的律师费 你们去翻一翻数据 你去翻翻别的省份 我随便拿一个参照省份来参照 他上次给我一个数据 武汉 武汉最大的一家律所 一年的律师收入 总律师收入3000万 上海一家是24亿 你看看差80倍 所以各位 你们根本不知道 这意味着什么 所以有句话叫 逃离北上广深 航 现在不提北上广 现在说新一线城市四个 叫做上 上海排第一 没问题 记住 因为上海的收入 各方面比北京高多了 上 北 深 深圳 然后杭州 它是这么排的 它是上北深 杭 广州反而已经甩出去了 广州只能排到第五了 然后是成都 这些新崛起的等等 所以包括天津啊 等等 所以大家有时候 确实要给自己上点压力 确实抚养孩子 你说我干脆不生 不生 你怎么去延续你家庭的影响力 这很难 说我就为我自己活 人到最后 自己的意义是什么 你存在于世的 自己的意义是什么 你想留下一些什么东西 你说孩子有自己的命运 没问题 你连孩子都没有怎么办 很多想法会变 你到你那个年纪 你就会变想法 人类的繁衍到最后 还真不是为了自己 还真不是为了自己 特别是如果你觉得 你自己基因当中 有很多优秀的部分 你更是要为这个人类 做贡献 传宗接代下去 中国眼看着这个 第二代生育到彻底放开 马上三胎都可以生了 四胎都可以生 所以它其实就是一种优生 很残酷的就是 现在反而穷人 跟没有势力的人 和社会的这个底层 它不敢生了 因为教育孩子成本太高 反而国家放开生育 其实就是什么 鼓励忧生忧郁 到最后 敢生的都是 忧生忧郁 佼佼者 资源既得利益者 大城市的那些人 敢生 它反而把底层 越来越淘汰 人类就是这么残酷 所以大家好好加油 你不努力 下一代更别翻身机会 好 这段话 大家不爱听 我一个人也要讲 希望你们正式问题 好 这段前面也提过 不多说了 insightful 叫意义深远的 insightful provocative 叫有挑逗性的 刺激性的 那么这里有个端语 叫做 anything less than 叫绝不是 anything less than 叫绝不是 绝对不是 好 看吧 行进词 长得特别像的 除了这个rear 还有什么 reap reap 叫收割 哎呦 让我忍不住想起 刚刚前面的庄稼 prop 庄稼 做动词叫收割 割 reap 也叫收获 那么有一些简单的句子 你看 one rips what one shows 种瓜得瓜 种豆得豆 好 为什么我这么翻 so 叫做 叫做播种 reap 叫收获 收割 也就是 你播的什么种 你就收着什么东西 所以叫 种瓜得瓜 众豆得豆 也可以叫 因果 轮回 都可以叫 one rips what one shows 你种什么就收获什么 大概就这个意思 one rips what one shows 好 我们看补充词组 rear 做名词来了 叫后部 我不要翻译成后面 后部 at the rear of 叫在什么什么的后部 在什么什么的后部 比如说在飞机的尾部 就可以说 at the rear of the plane 大家注意一下 那么 bring up the rear bring up the rear 叫电后 you go first i will bring up the rear for you 你先上 我给你电后 bring up the rear 好 那么接下来 我们看到了这个词呢 叫做specialize specialize 叫树叶有专攻 那么一般搭配 specialize in 在某方面很专长 专业 专攻 那么相当于我们问的这个major major当动词用 别人问你 what's your major 你的专业是什么 你可以说my major is law 或者也可以说 i major in law major做动词也可以等于specialize 叫在某方面专业 那么做名字叫专业 专业课 major叫大多数的 但做名字叫专业 做动词叫什么 以什么什么为专业 所以叫 i major in english i major in law i major in chinese 我中文专业的specialize in 就这么来的 专长语 好 我看句子 the prospect seems remote 前景看起来很遥远 prospect叫前景 为什么 因为pro代表向前 spec叫眼睛往前看 讲过现场观众 叫spectator 对不对 spectator叫现场观众 因为spect是眼睛看的意思 那么the prospect seems remote 前景看起来很遥远 journalistic take tastes 新闻的品位 had changed journalistic journal 讲了多少遍 新闻行业 journalistic tastes 新闻品位 had changed long before his dance long before 叫很久很久以前 所以翻译一定要先翻时间 叫在他死之前的很久 新闻品位已经变了 现在的读者 读新闻的品位已经变了 前景遥遥无期 怎么变呢 and postmodern 讲过后现代 就是周星驰电影 后现代 解构 就以前觉得很酷的事情 同学们 朋友们 大家晚上好 现在的大学 我看到这样的主持 我他妈就想打他 什么鬼啊 能不能来点新的 postmodern 叫后现代 modern 叫现代 post 叫后面 后现代 就重新解构了 就恶搞了 我们说 postmodern readers 所以你可以翻译成 这些后现代的读者 这些新兴人类们 have little use 已经不再使用 看到little 就是not 已经不再使用 for the richly upholstered Vicwardian prose 已经不再使用这种 被丰富修饰的 Vicwardian prose 哪怕你不知道 什么叫Vicwardian prose 你也知道 Pros叫诗歌 也就是 他们已经不再使用 这种诗歌了 什么诗歌 in which散文 Pros叫散文诗歌 in which he specialized 也就是which he specialized in 他所擅长的这种 Vicwardian 体的散文诗歌 现在的后现代读者 已经不买账了 所以叫 have little use for the richly 哪怕你不认识 upholstered 你当然不认识 upholstered 你也认识richly 丰富的 这种丰富的 维多利亚 wardian prose 维多利亚时期的 这种诗歌题 他所专业的 这种维多利亚时期的 诗歌题 观众已经 读者们已经不买账了 所以叫 have little use for something 看到没有 所以大家一定要去看 你看这里的 所谓的Vicwardian 它是哪两个单词的 复合词 叫Victorian and Edwardian Victorian and Edwardian 是维多利亚和爱德华七世 那个时期 那你哪怕不知道 你也知道维多利亚体 到现在英语的字体当中 还有一种维多利亚时期的字体 就我上次用那个诗歌给你看的 很漂亮的那个字体 原体 记得吧 很漂亮 很飘逸的那种 叫Victorian and Edwardian 叫Vicwardian 这叫复合词 把两个词创在一起 变成一个新词 要是字典 一般性的字典 还查不到这些词 对吧 它是一个新词 但其实 这是重点吗 整个句子 它就不是重点 你只要认识prose 哪怕这里的richly 也给了你线索 这种丰富的散文体 你就这么放 它所擅长的这种丰富的散文体 后现代的读者 已经不care了 已经have little use 已经不用了 根本就不用它 所以前景遥遥无期 在它死之前 品位就已经变了 就像在现代 谁装逼谁死 端在上面不行 为什么B站那么火 对吧 现在不喜欢那种一本正经的了 说不了 Edwardian 尤其英语课 像我们英语老师 你说伟哥你怎么那么癫狂 我也不想啊 你想如果我上课的时候 我就这么上 来 同学们跟我读 Vicwardian 这个词来自于 Victorian and Edwardian Victorian 维多利亚 Edwardian 爱德华 不错吗 这个词 来跟我读一遍 Vicwardian 好 我们再来看这个词 A poster 跟我读 A poster 装饰装修 妈的不出五分钟 你就 绝对是睡着了 我必须给沈静病呀 同学们来 来这个词好屌吧 我非得这样 这就叫后现代 叫Postmodern 理解一下 当然很多人不理解 还是会骂我 我也没办法 只能帮助大多数人 大家喜欢什么风格 我就只能迎合大多数人 没有人会喜欢 让所有人都喜欢 好 我们再来学 我会坚持做自己 A poster A poster叫装饰装修美化 来自于三个词 embellish embellish ornament andorn 这三个词都叫装饰 装修美化 大纲里就这么多词了 写到这 那为什么 A poster叫做装饰装修呢 因为 hoster 难道伟哥不讲 你应该有这个意思了 对吧 这种词肯定要去查 hoster 一查hoster 手枪皮套 把手枪 有个皮套套住 装饰 所以 A poster叫装饰装修 叫套上 叫装饰装修 那么embellish 叫美化装饰 为什么词跟bell 铃铛 挂一些铃铛 用来装饰 embellish 名词 embellishment 那么记一个短语 吊诈天的短语 叫 make an embellishment on 或者of something 叫对什么什么 进行包装 叫make an embellishment on something 或者make an embellishment of something 叫对什么什么 进行装饰装修包装 美化 很不错的代语 embellish 即词跟bell 铃铛的意思 好 再来看 ornament跟adorn 这两个都来自于词 跟orn orn 叫美化装饰 ornament 本来做名词 就叫装饰品 做动词叫装饰美化 adorn 这个音要发出来 就叫美化装饰 adorn 注意它跟这个词 读音有一点点像 叫adore 差别就是鼻音 所以一定要练你的鼻音 这个读adore adore 这个读 adorn 看到没有 有鼻音 adorn 这个读 adore adore 记住 这个叫喜欢喜爱 而adorn 它叫做装饰装修 于是才有一个形容词 叫可爱的 叫adorable 夸人 我早就说过 不要用beautiful那么土的词 要么就是cute 夸男生 最高级别词 you're so cute 你又帅气 又多精 又可爱 叫cute 又有智慧 叫cute 而夸女生 you're so adorable you're adorable 你真可爱 当然在西方夸男人女人 其实可以通用 夸男生也可以用beautiful 夸女生也可以用handsome 中国也一样 对不对 adorable 请记住这个词 都可以翻译 叫可爱的 好 holster 叫手枪皮套 于是upholster 叫做装饰装修 你学会了吗 好 关于这个词不多说 那么此组 specialize in 专攻 精选精通 那么我们把后面这半句 再读一遍 前面的不难 postmodern readers have little use for the richly upholstered Vigwardian prose in which he specialized in he specialized 也就是which he specialized in 这个in which 提前这个手法 见过很多次了 好 关于这个句子不赘述 看下面一个词 vulnerable 来吧 V开头的词 没几个像样的 我一个在后期 给你们专门 我还在积极备课 准备当中 很快就要准备好了 在你们进入秋季 九月份 十月份交接的时候 我会给你们大串一遍 这门课当中 我会重点讲到 V开头 没几个像样的词 没几个像样的词 你们特别注意 形容词最关键就是他 vulnerable 叫脆弱的 脆弱的叫vulnerable 注意 那么同一词 fragile 来词根frog 只要有frog 都跟碎有关 这个词根的意思 就是break 打破 打碎 就是break frog 比如说 比如说骨折 就叫做fracture 你看 fracture就叫骨折 名词 动词都可以 fracture frog就有这样的意思 碰碎的意思 所以摩擦 你看 叫friction 叫friction 叫摩擦 也可以引申为摩擦力 还可以叫两个人有矛盾 there is a friction between you and me 我们之间有摩擦 有矛盾 friction 所以都有break的意思 那么fragile 就叫脆弱 脆弱 易碎的意思 叫fragile 那么brittle brittle 英国人brittle 美国人brittle brit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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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国人brittle 叫脆弱的 为什么 因为长得特别像瓶子 瓶子叫bottle 瓶子叫玻璃瓶 瓶子叫bottle 对不对 brittle 我差一个r 叫易碎的 脆弱的 都可以的 好 那么讲到这个 我们请乃夫老师来给大家讲一讲 设施卫生 就在我们工作当中会碰到很多年轻大学生 尤其伟林 会提供很多工作 给我们的学生 你们当中有很多同学考上研 包括还有很多没考上研的 都来我公司 上海公司 跟南昌子公司 伟林目前在上海 南昌都有公司了 那我会去面试 你搜一搜伟林文化 也能搜到我们的地址 很多人会在我的公众号 诸位老师 我公众号诸位老师 旁边有一栏 你点开 专门上谈有招聘 你去偷简历 我也欢迎 但是我们发现 很多年轻人 我们给他机会 但确实一些基本面还不够 我有时候 真不是看你们的学习成绩 伟林也不是指造英语好的 我们除了英语岗位 还有很多别的岗位 技术的 新媒体的 排版 甚至你PPT做得漂亮 你中文好 文案好 都有可能来 因为我们毕竟是一家新媒体公司 所以我们需要好的文案 好的编辑 懂我的课 当然前提是懂我的价值观 但是到最后还是看你基本面 就给你一件事 你能不能方方面面都能照顾好 能不能不仅做你自己这件事 还能想到跟你部门相关的 上一个部门和下一个部门 做关联 比如说你文案写好了 有没有想好 怎么让这个推的人 他了解你文案里的点 怎么配合图片适合你 你要沟通啊 所以做事要有上下思考力 否则一个环节不好 你就会误判这个团队不行 其实是你沟通力不够 因为人与人之间 最大的成本就是沟通 所以我们请乃夫老师来讲一讲 什么叫设施为生 怎么表达 很简单一个片段 来放松一下 同学们大家好 Welcome to We Learn English 今天呢 我们来看的是旅游社交口语 那么今天我们在书上面 要学习一个单词 叫做Vulnerable 这个单词呢 有三个音节 重音放在第一个音节上面 我们来看一下 V-U-L 它是一个重读音节 它发的是V-U-L V-U-L V-U-L 好 第二个音节叫 N-U-N-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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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堡 V-U-N-A-N-A-PH-O-L so vulnerable what does this mean? 好 那今天呢 我要来讲这单词的用法 并且要讲一个非常生动的句子 我们一起来吧 首先呢 我们会看到一本书 是我们的名著经读当中的一个重要的句子 它来自The Great Gatsby 了不起的盖茨笔 第一个章节Chapter 1的第一句话 我们来读一下好吗 好的 好 我们来读一下这句话 In my younger and more vulnerable years My father gave me some advice That I have been turning over in my mind ever since 读得真好 好棒 棒棒的 好 这句读完之后呢 我们来去理解一下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Vulnerable 这单词是什么意思呢 Vulnerable which means Someone who is vulnerable is weak and without protection With the result that they are easily hurt physically or emotionally 好 它表示的是易受伤害的 尤其是指的是在他的身体上和在情感上容易受到伤害的 那么这句话我们再来看一下 In my younger 当我年纪比较轻的时候 And more vulnerable years 我会比较受到伤害 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涉事未深 年纪比较轻 月历比较浅的那个年代的时候呢 My father 我的父亲 gave me some advice 给了我一些建议 那么我们看一下 这是什么样的一个建议呢 后面这个that 它引导的是一个定语从句 并且advice在后面的句子当中 它做的是turning这个词的宾语 好 我们来看一下啊 I have been turning over in my mind ever since 好 我们来看一下turn over 在这是什么意思啊 turn over here which means if you turn something over in your mind you think carefully about it 表示你日夜都在思念 常常都在想这件事情 好 因此呢 我们这句话叫做 当我在涉事未深 这个年纪比较轻的时候 月历比较浅的那个时候呢 我的父亲给了我一些建议 而这件事情呢 我经常在我的心中 或者在我的脑中呢 会想起这件事情 好了 这单词叫做vulnerable 叫做在情感上 还有在她的身体上 容易受到伤害的 下面我们来看一个 精彩的口语的句型 那这个句子呢 要谈到同学们的男女朋友了 我们来看一下 she dumped me when I was at my most vulnerable 当我在最容易受到伤害的时候 她居然把我给甩掉了 甩掉了 甩掉了 叫she dumped me 我们整个时态呢 都用的是一般过去时态 她过去把我给甩掉了 好 你看甩这单词是dump 是有倒掉 扔掉 扔气的意思 she dumped me when I was at my most vulnerable 这个时候 作为男人的你 千万不要被一个女人而甩掉 而感到心灰意冷 那我们要去了解一下 她为什么把你给甩掉呢 我们来看一下 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我们看一下 because she likes mature and sophisticated man 我们在之前老师讲过一个单词 叫做sophisticated 叫做有诚服的 比较成熟的 原来呢 这个女孩 她更加喜欢的是那种 成熟或者是稳重的男士 显然你不是 那如果一个男人 要成为一个成熟的男人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 就是你要多读书 能够控制住自己的情绪 这点很重要 同学们 我们今天讲个单词 叫做vulnerable 希望在你最困难 最容易受到伤害的时候 你要变得更加的强大 只有你强大了 你才能去甩掉别人 开玩笑 只有你强大了 才能做好你自己 好了 今天我们记住一个单词 叫做vulnerable 同学们千万还要关注 我们的The Great Gatsby的课程 扫码 请关注 了不起盖自笔 We Learn全英文名著经读课程 让自己变得更加的优秀 同学们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拜拜 好 感谢薛奈福老师精彩的讲解 那么我们接下来接着往下看 这个词叫ambiguous ambiguous 前面有提过 ambiguous am 叫做爱 看它的发音 am 这是爱的意思 所以跟它有关的词 都跟爱有关 比如说 和蔼可亲的形容词 就叫做amiable 你看叫amiable 所以大家注意一下这个词 那么 其次 中间有个词跟by 叫两个 我们说过一个 叫mono 前缀 对不对 比如说 自言自语 独白 就叫做monologue 今天我们跟log 这个词根干上了 mono叫一个人说 所以叫独白 旁白 一个人说 自言自语 叫monologue 一 二是by 三是tree 都讲过 四是quad 对不对 比如说square 广场 四四方方的 对不对 满格的意思 形容词 满的叫adequate 充足的 充分的 对不对 adequate 因为at词根是at 增加 quad是满 加满为止 所以叫充足的 adequate 所以quad叫四 四 为什么叫满呢 四四方方 说一个人长得很满 square face 四方脸 国字脸 对不对 长得太满了 长得太满了 这个就很搞笑的一个称呼 那么ambiguous 叫模棱两可的原因就在于am是爱 by是两边 两边到底爱谁 这个词的意思不是劈腿 他觉得是两边不知道爱谁好 所以叫模棱两可说不清楚 就这么来的 模棱两可ambiguous 好 我们来看句子 but in the everyday practice of science 在每天的 但是在每天的科学实践当中 你看此刻的practice 就不翻译成练习了 我可以直接翻译成实践 but in the everyday practice of science discovery frequently follows an ambiguous and complicated route 叫发现 也就是我们前面讲的科学发现 frequently总是平凡的frequent 平凡的持续的总是 follows and ambiguous 总是跟随一种 或者伴随着一种 模棱两可的和复杂的路线 也就是一个科学发现 最终变成科学 它的过程是模棱两可的 是复杂的 没那么容易 你需要写论文各种论证 各种审核 ambiguous 模棱两可的 complicated 复杂的 root 叫路线 路线 所以才有了一个名字叫routine 叫例行公式 因为每天我们说三点一线 对不对 比如大家备考期间 就是应该三点一线 不要认为这是贬义词 你把杂念你该丢掉 因为人一个阶段只能做好一件事 人一个阶段只能做好一件事 相信这一点 我从来都不相信 我诸位一个阶段能做好两件事 所以做减法 routine 这个词叫例行公式 你的另一半肯定会 愿意配合你给你空间 我也从来不相信两个人一起去上自习效率会高 上了上了吗 两个人就跑到黑暗的角落里去 你不顾一切的摸他 他也不顾一切的摸你 就因此电影大话西游里的台词 你不要这样 你还是要分开一段时间 如果那个人自私到你想进步 他都要阻拦你 这种人尽快分手 你可以允许你的另一半有一切缺点 他现在可以没钱没事没地位 但是不能没有上进心 一个人没有上进心 赶紧离开他 否则最后的结果就是 你也会被耗损掉 你也会变得没有上进心 所以这句话我说的有点重 但是你没有理顺自己之前 你没有资格留下任何人 请记住韦哥说的那句话 做人洒脱一点 有些东西该放就放 没有什么是必须得到的 也没有什么是不可失去的 记住我这句话 你只能为自己活 尤其在你人生这个阶段 你自己理不顺 相信我 你身边现在有的那一位 他突然有一天也会离开你 此刻没有离开 只是因为诱惑还不够大 请允许韦哥这口毒奶 为你好 好 routine叫例行公式 root叫路线 记住了 那么行进词 叫unambiguous 叫unambiguous 一样的 ambiguous 模棱两可 unambiguous 叫不含糊的 明确的 否定 对不对 这个词的难度 在于它的这个名词形式 它有两个 一个叫做ambiguaness ambiguousness 这是可以的 那么第二种叫做ambiguity 它的名字写法 模棱两可 模糊性 叫ambiguity ambiguity ambiguiness ambiguosness ambiguosness 或者ambiguity 都可以 都叫模棱两可 模糊 模糊性 好 过 我们看到了同一词吧 补充词汇 第一个叫obscure 讲了很多遍 obscure obscure叫做 朦胧的 肺解的 模糊不清的 为什么 obscure 你看ob ob叫对立 对抗 cure 叫治疗 治愈 能够把它治好吗 能不能治好 对立 反对 我不知道 有人说 这款药有用 能治愈 有一些人却反对 说不清楚 朦胧 肺解 不好说 obscure 就这么来的 那么 也可以做动词 叫遮遮掩掩 遮掩 遮臂 使什么什么 模糊不清 让我想起前面的 一个动词叫 cloak if clothes 对不对 盖住了 叫遮盖 遮掩 cloak 好 那么 我们来看 模糊不清 obscure 做动词吧 这个意思比较特别一点 模糊遮掩 看吧 yet 然而 its report may well set back reform 这份报告 可能会 你看well 在这里只是起到加深程度的作用 叫这份报告可能会极大的挫败 set back set back 本来就是挫折挫败的意思 set back 合在一起 就可以做一个名词 叫做缺点缺陷 叫set back 放在一起做名词 叫缺点缺陷 记住啊 那么set back 在这里肯定叫打击的意思了 挫折嘛 那么 叫这份报告可能会极大的挫败改革 reform by 通过什么 obscuring the depth and breadth 通过是什么 模糊了深度和广度 你看depth and breadth breath叫广度 depth叫深度 他模糊了深度和广度 of the challenge 挑战 他模糊了挑战的深度和广度 that congress asked it to illuminate 国会所要求他去阐述的 illuminate illuminate叫做阐明阐述 解释清楚 来自于一个词根叫loom loom叫什么 叫清晰明亮 loom looming 你看 谐音叫一路明亮 illumin 所以叫阐明阐述 使用词叫luminous 叫清晰的明白的 叫luminous 叫清晰的明白的 所以that congress asked it to illuminate 叫国会要求他阐明的 那么模糊了这个国会 要求他阐明的挑战的广度和深度 那么这里的obscuring 做动词加ing 与其说 他模糊了国会所要求他阐明的 这种挑战的广度和深度 不如把obscuring翻译成阻碍了 对不对 或者没有说清楚 都可以 或者遮遮掩掩 或者遮蔽了 他遮蔽了国会要求其阐明的东西 没有把它说清楚 就这个意思 obscuring the depth and breadth of the challenge 好 我们接着看 补充一下同一词 模糊 除了这个obscure 还有什么呢 opaque 听起来像石油输出国组织 读音不一样 opaque 这个反应 opaque 哪个国家为主 石油输出国组织 主要是由中东地区阿拉伯 石油大国 那些什么沙特阿拉伯 那些科威特等等 阿联酋组成的叫opaque 那么他们掌握着全球石油的定价权 那么内部的定价就好像蒙在头上的头巾一样 不清晰 美国当时去伊拉克启动伊拉克战争 也就是想控制人类的这个血脉石油 那么opaque从来定价都不透明 那么opaque引出了这个形容词和它有呼应 叫不透明的 废解的 就看不懂 他们是怎么定价的 这石油价格 很混乱 opaque 所以每年美国一段时间都有石油战争 看到没有 中东当时的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石油战争 那基本上都是石油 本身本质都是围绕石油 围绕这个国与国之间的利益 美国发动的海外战争也是石油 所以从来都说不清楚 不透明的 来opaque 注意一下它的读音 opaque opaque 那么进一词 vake 讲过模糊的 含糊的 比如说前面讲过 叫模糊不清的借口 叫vake excuses 就是前面讲的 cloak their vague excuses 遮掩了他们模糊的借口 对不对 vake 看句子 rather than 来了 叫并没有遮遮掩掩 cloaking his exit 它的词值 讲过exit 叫出口 这里叫词值 in the usual vague excuses 以通常模棱两可的借口 excuses 叫并没有像往常一样 去用模棱两可 用一些模糊的借口 来遮掩他的离开 怎么样 he came right out 讲过这个right 起到的作用是加深程度 也就是he came out 他直接跳出来 and said he was living to pursue my goal of running a company 我离开的原因是为了追求 开一家公司的目标 这句话放在我身上也合适 我要试一试 至少要试一把 对不对 我要去开一家公司 来追求我的目标 he was living to pursue my goal of running the company 这个部分出现了 come out 叫出来 come right out 叫出来的意思 好 那么veak 除了叫含糊的形容词 还有什么 我看整个句子吧 叫 turbulent business environment environment turbulent business environment turbulent 词根 turb 打脚 打扰 讲了多少遍 disturb 所以这个词根就是脚的意思 比如说 我们打果汁那种搅拌机 涡轮机叫turbine 街上看到那个巨大的 那个钻筒 打水泥加浆的 叫turbine 就这个 turb 就有脚的意思 所以气流叫做turbluence 前面都讲过 对不对 turbluence 就叫气流 气流的意思 那么a turbulent business 那么turbulent 这个时候肯定叫糟糕的 复杂的 对不对 风起云涌的 这种商业环境 also has senior managers has somebody conscious of something has senior managers 他也会出现大量的拥有一些高管 senior managers 讲过senior 不要看到就是老 他指的是资历 对吧 名词对应 seniority 就叫做资历 中音在这儿 叫seniority 所以senior managers 就叫做高级管理人员 senior english level 叫高级英语水平 对不对 所以叫 a turbulent business environment also has senior managers 复杂的营商环境 也会出现大量的高级管理人员 cautious of 很谨慎的对待 letting vague pronouncements cloud their reputations 谨慎于让这些谨慎于让这些模糊的表述 你看 let vague pronouncements vake 模糊的pronouncements在这里绝对不是发音 pronounce做动词对应两个名词 一个叫pronunciation 发音 一个叫pronouncement 这叫做发表 宣告 公告 也就是他们很谨慎的 避免 让这些模糊的表述 cloud 像乌云一样 破坏了他们的名声 reputation 叫名誉 名声 名誉 注意它跟fame的区别 fame是一个褒译词 不用在前面叫good fame bad fame 没有fame对应的是famous 叫著名的 所以fame叫名望 知名 而reputation叫名誉 它是一个中性词 它是一个中性词 所以cloud their reputations 叫遮掩了他们的名誉 遮遮掩掩了他们的名誉 或者说破坏了 像乌云一样 我们中国人说 给什么什么 遮上了一层阴霾 就这个意思 于是这句话的含义就是 在经济环境 动荡的时候 不好的时候 你更是要坦诚 这些高管要很谨慎 conscious of doing something 不叫谨慎的做某事 这里叫做谨慎的不要发声 所以叫 have seniors managers conscious of letting 他们会很谨慎的对待 用一些模糊的表述 来破坏自己的名声 他们会对这件事很谨慎 前单词就是 不要让这件事发生 所以这句话你可以大胆的翻译成 在糟糕的经济环境下 这些高级搞点人员更是不愿意 用一些模糊的表述而给自己的名声 遮上一层雾霾 遮上一层阴霾 就这个意思 所以整个句子给我读一遍 你看英文它经常就是这样 它不把话给你说明白 它总是感觉好像很模糊 letting something cloud 这种东西真的只能靠语感来支撑 我们整个读一遍 a turbulent business environment also has senior managers cautious of letting vague pronouncements cloud their reputations 这种东西是不愿意的